第一次發文就是我跟他遵守熟悉之後 回到外面我整個人就一直在抖 我就年紀都不小了 都有經歷過很多事情 真的沒有試過抖得這麼厲害 那段時間突然就發酵 差不多一個多星期都沒有下來 後來他就找了 又找了就開始腫起來 發現是骨髓炎 醫生第一句話就跟我講 最嚴重就是要節肌 當下就很害怕 第二天醫生就說不行 就一定要遵守 第一次發文就是我跟他遵守熟悉之後 我就在外面等 回到外面我整個人就一直在抖 我就年紀都不小了 有經歷過很多事情 真的沒有試過抖得這麼厲害 然後就好想去找個人分享一下 聽說一下 可是我又不想告訴我媽媽還是其他家人 因為他們又住不到什麼 也怕擔心這樣 不然就發個文 然後一樣自己有一些事情在住 在這個等待的時間 本來很尊重在那個很擔心的情緒裡面 我覺得你一直在看那些留言的時候 你就好像就有轉換了你的洗洗澡的感覺 時間好像過得快一點 也有一點安慰 也有一點安慰 開啟有一些朋友 那些不認識的人 那他就會問 其實我家裡還有很多玩具啊 你要不要我們可以送一些給你 也有一些人他會說 我可以問你要一下你的家務號碼嗎 我想要對你的女兒表達一點心意嗎 那我就成都就說謝謝然後就圓具了 對我來說我沒有想過要就是一些 一些實際上的幫助 對我自己也覺得是蠻意外的 發一個短訊很簡單 你留言講一句話很簡單 因為沒想到有這麼多人 他們真的是很願意去 我沒有想到你